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咯 要再带大家来看看水星侠 失望国 要来说一说里面有的没的 更多的细节与小彩蛋 像这次可以说是掺杂了许多气势感的这一部 看到了有很环保的主题 两兄弟的奇幻漂流之旅 阿凡打水世界 是魔界 魔术世界 浩杰重生的排球 就连魔法新奇大战都放进来了 不过或许见一下播放之前应该放一个金鱼 内有二期请小心服用 请省省考虑是否继续观赏 而不然网路上其实有不少 说有他就不去看了 但W也还是要说的 其实电影本质是不爽片 希望大家不要放弃我们的阿瓜面 而且事实上放心松 不要想太多的话 反而就会觉得本质还不错 电影就变得好看多了 之前有看过D级的朋友 大概应该就会知道 关于黑部分 大卫凯恩跟水星侠亚瑟之间的恩怨吧 提醒大家一下 持第二集跟第一集有密切关联 也怕有人忘记了 大卫再来简单补充一下几件事情 第一呢 大卫跟亚瑟丑 其实是从大卫跟他老爸 打劫了一招前提开始的 在当时水星侠出手 水星侠仗义 伤了他们父子 然后又拒绝了大卫帮助他们逃生 所以看到他们下场 大卫老爸挂掉了 也是从那时候开始 大卫就一直追着亚瑟要报复 第二大家可以注意看一下 前面黑部分造型 其实当时他的装备 是厚重有双动力装盔甲的 而这次在得到阿海三杀起之后 战袍相对轻便 结果里面水星侠说过几次 他发现大卫获得了胜利 变得即使不用穿动力装 都可以力大无穷跟他们一拼 然后第三呢 在这大家看一次第一集最后片尾 黑部分在西里地岛被打败之后 在海上飘飘的 结果后来是被沈博士给救起来 所以咯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这边的第二集 其实黑部分很狂妄 但多少还是离遇了沈一点点咯 非常有趣的 接着这部的剧情 带出了环保的议题 就包括了把场景带到南极槟城 换来轰炸冰山 里面也利用黑部分 他们拖进奥利哈岗 上奥利哈岗 不仅造成小岛一整个 成坛受到污染 遭到破坏 更是企图融化冰层 造成海水上升 淹没陆地的一谋 看起来是不是很熟悉 现实新闻不实在报的 就对照现在地球 同样面临到环境遭到破坏的问题 剧情利用了 这些显显易懂的几个事件 立马就塑造出来 一边像是荒荒师大的有钱财团 完全不顾别人 而造成污染 就是为它目的 不扯手段 你边呢 水行侠 所以这一方 就像绿色环保组织 讨论了关于环保 农兵对整个环境所造成影响 像里面提到的海水污染 对海里世界所造成的破坏 也包括了瘟疫 不明疾病 夺走一堆人挂掉 嗯 亚瑟恩斯 沃尔科就是其中之一 前面三天之前 就已经知道 威廉达佛 没参与演出 原来是这样 就已经交代了 沃尔科是得病 GG挂掉了 前面第一集 除了大家都不知道的 第七个 斯多王国 其他六个王国 前面已经是带大家走过一轮了 所以这次重点 聚焦在副标题的 斯多王国之外 就因为是光欧摩尔所在 沙漠王国 这次确实有比其他王国 有再多一点细节描述 大家记得 上一次 沙漠王国相识成 其实亚瑟和梅拉 立即在这都没碰到任何人 但这次剧情里面 多了叫沙漠苦情深的狱卒 会吸人血 负责看守 顺便不时霸力痛扁一下欧盟 还有两次也叫不出来 是什么东东的怪物当作奇 也对比一下 第七漫画 新五十二之后的七王国 事实上漫画跟电影这边 是有不同的 漫画里相同有 也特别是 泽贝尔 沙漠 沿海 不一样的泽士 莱特 海登王国 漫画其实没有任意 跟这边第七个 斯多德 内扣斯 而这次 水星侠蒙菌 包括了泽贝尔国王 他是由杜弗朗恩格所饰演的 还有大螃蟹 大龙虾的这一位 沿海国王 这片沿海国王 则是由约翰莱茨 戴维斯所配音的 这次斯多王国的卖点 可以说是双熟菜吧 也就是德布前面一直在调侃的阿瓜面配上欧姆蛋 德布实际认为两兄弟的互动 帮着木链加了不少分 两个真的蛮有戏的 从赛事见面开始 他们就一直互贵 多嘴多歌不提 没有错 除了前面德布斯讲过的 亚瑟又浩劫了重生的人 里面流浪荒岛 塔姆汉克跟他排球 威尔森 也就像大家认为 很像另一棚的 索尔和洛基 同样都有为王位而互打 后来在一起合作组队 哈 一点也不奇怪 里面亚瑟就会说欧姆是洛基 以及这里面 综合了各种买作电影的典质 确实给了不少 产生于其他电影的各种既视感 包括各种利异古墓 奇幻冒险 九根清晰大战 印第安娜穷射 吊吊很类似 说一下有一段 欧姆半岛 把爪潜艇在趴 前面类似的招数 已经在新战 对付过ATAT 装甲走兽 最近一点的 小蜘蛛用来对付 巨大化之后的蚁人 另一个比较小可惜的地方 大家多早可以看得出来吧 区里面多次强调了 真正王者会搭建桥梁 随着自诩帮陆地跟海洋 来搭起之间的连结 可以说先前要用来插画一些 英雄角色的传闻 大概应该就是用来作为 陆地上人类的代表 然而在较早之前 传说会有班弗雷克的蝙蝠侠 或跟第一期扩展宇宙 其他英雄亚克传都没有了之后 而且难得 在没了路易上 英雄代表的插画 最后就变成 这样没人邀请 没人接应 随着自己就跑到 留意这边来 公开海底王国 嗯 新述陆地与海洋 连结的历史相争意义 降低了许多 不过另一方面 斯比德子 只能说作为一部 DCU英雄店 不用顾虑跟其他作品连结 反而更能够放人开 好做事集 也是一件好事 如果单单是一两部 随意下来看的话 事实上 这两期更适合 冰在一起看 更完整论述了 从两兄弟之间 细强 互打抢王位 到两兄弟合作 最后放开成剑 之间的戏剧性 更还有 最后关键 大魔王操弄欧姆 累秦一难面这趴 确实可以从中看出来 导演实在是有 不少的用心的 在这边 W要介绍一下 水晶侠他的快乐小伙伴 W其实有怀疑啦 关于暴风一些桥段 是不是有被删 像是一看一场 水晶侠跑去上火锅一轮 那边打击海盗 亚瑟骑者 这次叫暴风的海龙 一要而上 根据这一段叙述 W本来还以为 剧情接下来 会带一下亚瑟跟暴风 他们认识的过程里 结果没有 就只有简单描述 带出了这只暴风 你没有看到 需要坐起起始救援时 确实呢 就会看到暴风的身影 但相对的 就比较没做出强调 亚瑟跟暴风 密切言解 而相对之下 张蜜徒步 就有比较多一点的戏份 包括协助亚瑟 害路沙漠牵挠 去救欧母 很搞笑的 没早点半开门 差一点害亚瑟遭殃 或许是为了 让整个店 剧情更清楚吧 可惜没多一些 这些快乐小伙伴的戏份 不然大家一起 合上一首Under C 其实这整个 一点也不为合 大家说是不是呢 然后再说到了 这一次的暴风 三叉戟 他们认为 某种层面 就跟魔戒里面的 蜘蛛魔戒很类似 这一段来带大家看一下 更多关于 扩达斯王 以及他的 暗黑三叉戏 这一整个 很像魔戒的设定 或者说 可能有魔兽世界 巫妖王那样的feel 再配合我们温岛 特有恐怖鬼片的吊吊 嗯 扩达斯王 人类形态 只有皮鲁艾斯贝克 所饰演的 剧情里 很短暂的人类形态 不是大家还记得吗 他是演过 冰火之歌里面 这位 幽龙格雷乔一 而这边 邪恶的 扩达斯王 就像是 魔戒的 索的大魔王 暗黑三叉戏 就像是 蜘蛛魔剑那样 手中握有 暗黑三叉戏的人 就会跟 扩达斯王 连结 不过看到 暗黑过去 历史的那一段 他跟他哥哥 也就是前面 无声雷根 所饰演的 亚特兰国王 首先就看到 大卫被暗黑三叉戏 给蛊惑 跟黑化了 所有则是欧姆 也被星空 跟亚瑟 就要打起来 是亚瑟跟欧姆 互抢暗黑三叉戏 对那远古时代 亚特兰王 跟扩达斯王的对峙 也不送下 猎后斯 这个第七王国 前面W介绍过 漫画中 猎后斯 不是第七王国 而漫画 被称为黑城的 猎后斯 跟亚特兰尼斯 相似 是一座 独特属下城市 但处于一个 不稳定维度之中 呈贝格教 猫果暴君 红色过 也跟亚特兰尼斯 打过 不过就不属于 他们第七王国啦 如果以作为 第一性护杀宇宙 作为一波角度来看的话 是没有大家想看一个 七十斑驳的最终章 以这样角度来拼的话 这部显然 不能算是合格的 更何况 第七王越到结尾 越随会 感觉状况很多 像是原本应该排在 闪电架之前上映的 就是说法 不容版本蝙蝠侠客串 是为闪电架扑梗 只不过 最后人算不如天算 变成双龙国 是最后一步 客串的部分 就作罢啦 然而现在 情势也是 颇让人好奇的 亚瑟出现在 闪电架 最后片尾的部分 又该怎么解释 贝瑞 仓服喝醉酒的亚瑟 从酒吧出来 这一段 除了是修处 贝瑞 搞不是亚瑟 都从宇宙 这一趴之外 这一只水晶侠 跟这只闪电架 他们会继续出现在 贝瑞之干恩的宇宙吗 新老板 新作为 一整个大幻邪 实在所难免 这些都还要再看看 但也恐怕 大概都雄多吉少咯 说难听点的 可能就说大拼错 天下文章一大抄 该有的 兄弟情 嘉宁元素 这部其实都不缺 要说好听点的话 这部确实是有达到 爽片的程度 事实上 电影从中到尾 没有什么能长 包括打斗 秋月多嘴 快姐做的剧情 再加上大家应该都有发现 模仿致敬的歌大作品 哈 就在最后 亚瑟来到陆地上的 一段演说之时 也是即使的 最早钢铁 第一集最后结尾 通宁在演说之中 通口的演出说出了 而这边呢 亚瑟则是说出了 I'm Aquaman 嗯 这边是有再多加一个 丢麦克风的动作啦 喜不喜欢就看个人了 W自己是认为 至少还是有给了 W个内情的微笑 一整部像这样 诸多连结 趣味点 也是一个特色 可以看到了 即使过程看起来有惊险 像是以为 梅拉 汤姆士 或歇尔射 会被继续挂掉 但都没有 大家最后都平常无视 少了残念一看 不过 换个角度来看 这一次四位王国 变成可以合家欢乐 来看热闹 好啦 也算是不错咯 好啦 总结来说 作为第一期扩展宇宙 作为部 如果要以整个大格局来看的话 是真的不优啦 再吐槽一次 最后大魔王下场 没什么发挥空间 且做没多久 就被干掉了 哈 剧情其实走的是安全路线 主要亮点呢 前面就介绍过的 偏向来看的闹 有个性不错 尤其像是 机场水星侠 大战黑服分 黄金三叉戟 另一匹暗黑三叉戟 是不是 两个是看来看去的 其实还蛮精彩刺激的 打到场面也都不错 作为支持水星侠的实际行动 来办事先来一下 杰森摩摩牙 跟派翠克威尔森 另外就跟另一边 Marble一样 怪面临到 前往不接的2024 DC这边更惨 张摩斯刚恩的 DC宇宙 还没正式开张 之后的状况了 大概就这样 还有什么意见 看法 欢迎在底下留言 大家讨论水星侠 失落王国吧 以上就是我的介绍 如果觉得不错 可以在下面帮我按个赞 如果喜欢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有什么想法 大家也可以一起来讨论电影哦 那就先这样咯 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